我沒有想過生日 我都沒有過過生日 過年要買八家一 沒問題的家人們 廣購的家人們 咱們廣購好吧 阿姐你以後有錢 你必須要給我 搞一個大大的生日 知道吧 我都沒有過過生日 過什麼生日呀你 什麼意思嗎 我就想吃蛋糕 知道吧 那個蛋糕好好吃的樣子 只有在電視上看過 知道吧 客氣嗎 手機上什麼的 那個奶油啊哇好想吃啊 咦為什麼你不讓阿川送你回去 阿川都有女朋友了 那我們不可以打擾他了吧 都不都是 可是你們不是兄妹嗎 就是你們家 就是我們家 阿川幹什麼 兄妹啊 兄妹但是有的時候 不能什麼都要麻煩著家呀 你們可以一起回去啊 不是挺經典的 我可不行 我們兩個自己坐火車回去就好了 人家阿川都有女朋友了 我們還找他幹什麼 又是那個女朋友找我們兩個麻煩的就完蛋了 怕嗎 不怕呀 你們不是個過年嗎 不是啊 這個家室 不是不是 我們是 就是我們比你們早 比你們早一個月 不知道為什麼 老闆你覺得我這個家室 阿川的女朋友度得過我嗎 哎喲 哎喲 哈哈哈哈 看出人家說你回宗室 我沒有說 我只是說要是人家來找我們兩個麻煩 怎麼辦的意思 為什麼要找兩個麻煩 但是剛才老闆說的是 為什麼不跟阿川回去 我說我跟阿川回去的話 人家找我們麻煩呀 女朋友 還過春節 不要的 要的 所以你們還要過 但是那春節的話就算是小年了 對我們來說是算是小年 我們過春節是吃那個豬肚子裡面的肉 豬肚子裡面還有肉 啊 有一首 不是 不是啊 不是我們過年 傻的吧 就是豬肚子我們那邊是要裝肉的 妹妹說過年她只吃豬肚子 豬肚子裡面的肉 那個胃 豬肚子裡面有什麼 豬的那個胃 加上來 豬肚子裡面有什麼 咱們打在公園上 那個胃 那個胃要裝肉的洗了就要裝胃的 傻的吧 傻也不懂 你們不懂 我們這個習俗 不懂就不要說啊 像八老 是你自己說的 哎呀哎呀 你自己說你要吃豬肚子 那本來就是豬肚子裝的是肉啊 難道不是嗎 那你要說肺啊 是那個胃啊 是什麼東西 什麼叫肺和胃 傻的吧 連這個都不懂 像八老 本來就是豬的那個肚子 就是胃啊 對 豬肚 對 對 我們是用那個豬肚來裝那個肉的 知道嗎 帥哥姐嗎 然後等春節的時候 吃它是肚子裡面的肉 那本來就是過春節的時候 搞了那個熱熱裝機 豬 豬了年來不來 是吧 不知道 不知道 也不知道阿子過年以後還來不來了 你們支持我來嗎 你們想不想他來 家人們想來的 咱們直播間 QQ1好不好 家人們想阿子過完年 還還過來的 那老闆你還想讓阿姨問我們兩個來嗎 你可以來 他他他他就算了 哈哈哈 可以來的話 我跟你講 你永遠都這輩子都不要見到他了 你不想讓我 你不允許 來不來家人們 來不來 必須來 你看 鐵粉的時候必須來 那阿姨問來不來 咱們沒把燈牌點亮的 不要再這樣子 故意 咱們沒把燈牌點亮的 咱們把燈牌點亮一下 好吧 鐵叔叔愛哥姐妹們在幹什麼啊 我有自己的想法 你覺得我不來我就不來嗎 人家不要你 你來幹什麼 人家不要我 我可以找其他的呀 那你現在就去找其他 你什麼意思 你什麼意思 真的是氣死我了 阿姨不回去 但是我想回去 必須得回去 團團圓圓圓嗎 家人們 咱們還是比較 爸咱不是說不回去嗎 不要回去了 還是傳統一些 團團圓圓 還是 他跟他爸 他爸在外面打工 也 也不知道 他還懂團團圓圓嗎 我回去 然後 我回去 然後我今年大膽的問一下我爸 我媽去哪裡了 我回去 然後我問一下 我們你媽去哪裡了 離婚了 能去哪裡 改嫁了唄 還能幹什麼 謝謝 謝謝 真煩 是吧 對 好不好 帥哥姐嗎 好不好 我回去問一下 好不好 你們說 還是不要問了 不回家了 對 找自己親媽 是吧 好是吧 對 我要回去 然後問一下 大嫂我爸 我知道他肯定不會說的 但你這次回去還是賺了點工資 應該 應該你小媽應該不會欺負你吧 我要把工資給小媽 阿子說他要把工資全部給小媽 這樣嗎 因為我們 我上次是跑出來的了吧 我不給的話就完了 還不給的話 都有可能不讓我回家了 現在 又可能到家還把我掃出來了 因為他做了那些事情 家裡面的人 一路紛紛 村裡面的人都 就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哦 你知道啊 小媽騙你的 我跟你說 什麼叫小媽騙我的 難道不是嗎 這本來就是事實 這本來就是事實 難道不是事實嗎 你跟我說一下不是事實嗎 還在丟人心眼的在那裡 那種 不給我啊 對不給我啊 我要留一點自己要 但是我們就不說 我都聽到了 不給就不給呗 誰欺漢你的錢啊 你們看見後面那個人 說出來一個錢嗎 不要叫我後面那個人 我有名字 我沒有說你啊 後面那個人就只有我 只有你嗎 我後面有個鬼 說一個錢嗎 我後面有個吃 住肚子裡面的肉的人 不給自己用 對不給就不給 那你就不要吃 那個 有包肉哦 神奇兮兮的一天天的真的是 煩死 後面有個人嗎 對啊後面沒人 後面有個人嗎 後面有個鬼是不是 什麼意思嗎 你們這是人什麼意思 哎你手不要這樣子 真的是煩死了 這是人 不要這樣子 什麼意思嗎 一直在這裡巴拉巴拉的說我 咱們把贊點到50萬 行不行家人們 咱們昨天五千多人 咱們把贊先點到 只要自己留意點 先點到50萬 行不行家人們 咱們今天還沒點贊了 咱們把贊點到50萬 行不行 家人們咱們能不能一口氣 把贊點到50萬 謝謝 謝謝點贊 謝謝 謝謝家人粉絲團 謝謝摔個節目 我不管他了 不管他 還沒有關注的 給阿子點點關注好不好 摔個節目 我看一下我的粉絲今天破5萬了沒有 還沒有破5萬哎 咱沒點關注的點點關注 家人 還沒有關注的 摔個節目給阿子點點關注好不好 讓阿子的粉絲今天破5萬好不好 摔個節目多兩天了 還沒有破5萬 然後還沒有給阿子點這個粉絲燈牌的 左上角 點點那個粉絲燈牌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 過完年天 偷偷的出來 好的好的 我會出來的 我回去的時候留一點 車費 留一點車費 然後過年的時候 偷偷的出來 可以嗎 摔個節目 可不可以 謝謝謝謝 對還沒有給阿子 加上那個燈 對沒有點亮燈牌的 咱們繼續把燈牌點亮一下 好啊 家人 5萬了嗎 他們說5萬了 5萬了 這麼快 本次不是 前天還 然後我們點不到5萬嗎 今天破5萬了 謝謝謝謝 帥哥 我們這樣吧 我們搞個約定 家人們 咱們 做個約定 等你這個賬號到10萬的時候 我們好好慶祝一下 行不行 10萬 家人們行不行 等阿子這個賬號粉絲到10萬的時候 我們好好慶祝一下 到10萬 行不行 家人們 咱們 咱們可以約定嗎 是不是 家人們 等阿子 這個粉絲到 10萬粉絲的時候 我們好好慶祝一下 來 咱們先把账點到50萬 好不好 家人們 我們慶祝一下 今天都還沒有點雙倍點贈出來 今天直播間5千多人 咱們能不能點一包雙倍點贈 咱們 把點出來就行了 咱們不一定說费點點多少下 咱們直播間 5千個家人們 咱們一起點贈 咱們試試 能不能把雙倍點贈點出來 來 家人們一起點贈 來 聽我指揮 咱們一起點贈 咱們今天就試一下 能不能 5千人能不能把雙倍點贈點出來 來 家人們一起點贈 咱們試一下 咱們一起點 能不能把那個雙倍點贈點出來 咱們5千多人 能不能把雙倍點贈點出來 行嗎 家人們 來 咱們一起試一下 5千個人 咱們照樣把雙倍點贈點出來 咱們直播間的凝聚季 家人們是很很很支持的 很鐵的家人們 所以說我們在 給家人們做分享做推薦的時候 非常的謹慎 對 非常非常的謹慎 不會給家人們亂推薦 夠了夠了家人們夠了 我只是想試一下 停停停 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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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了家人們 謝謝家人們 我們只想試一下 咱們家人們是不是很鐵 咱們不需要家人們 一定得點到多少多少萬 不需要 只是想試試 證明咱們家人們是很鐵很鐵的 是沒有任何條件去支持阿子的 嗯 對不對 家人們 所以說我們也會 也會什麼 盡心盡力 全心全意的去給家人們做 每一個分享和推薦 是不是家人們 對 對老爸好大氣 我們要 我們要將心比心 是不是 對 是不是 我們就要將心比心 是不是 嗯 是的 無條件支持 感謝家人們的支持 感謝家人們 因為我 我出來打工 我覺得那肯定要給我小媽一點了 所以給姐媽 那你給家人們唱首歌 我看一下我發6000塊錢工資 我就給小媽一點 然後我自己給奶奶他們買一點衣服 然後我給我自己買一套衣服 然後就應該還剩 還剩 應該還剩 哎 就再留一點 明天出來的稍微車費吧 好吧 摔個姐媽 給自己留一點 不要給光了 是吧 沒事沒事 在內山啊 在內山摔個姐媽 我們在內山 你們有時間了來酒莊玩啊 有時間了來酒莊玩 不給小媽是不行的 一定要給的 所以給姐媽 一定要給一點的 不回去 不回去 叫工 媽 你 還有飯吃 還有飯給你吃 而且我是跑出來的 知道了 你們都知道的 你們都知道的 腿給你打斷 要給2000是嗎 給3000嘛 給3000給他 然後 但是如果阿姨姆知道 我發了6000工資 他肯定要跟小媽說的 哎 他沒事 我就說用完了 給他3000 然後再給奶奶一點 然後再給我爸一點吧 有的話 謝謝 謝謝 優惠 謝謝送的墨鏡 不要送禮物 不要送禮物 甩個姐媽 不要送 就說花完了 是吧 那樣的話完了 那樣的話完了 就說花完了的話 阿姨太實在了 太真誠了 家人們 他也做不出來那種 嗯 給給什麼呢 給家裡面 對 不能感覺就是那樣的 不好的 三話也不好 因為也不能三話的 三話也三不了的 阿姨會說的 知道嗎 沒事 賺多少就多少 然後給多少就多少嘛 沒事 我可以 只要他明年願意讓我出來打工就可以了 甩個姐媽 只要他不讓我去相親就可以了 自己掙的錢要自己留著 嗯 沒事 我現在又還自己又不需要 對不對 甩個姐媽 等以後我自己成家了的話 我肯定要自己掙自己留著來 對不對 自己留一點小錢是吧 好的好的 我會聽你們的 謝謝點贊 謝謝 嗯 如果阿姨莫 阿姨莫的話 明年如果我還來老闆這裡上班的話 我不帶他來 他也會來了呀 我不帶他來 他也會來了呀 他知道了的呀 所以呢 那時候我偷偷的跑出來 他也會來了 他也會找到這裡來 要不老闆 我換你的時候 我就偷偷的跑出來吧 但是阿姨莫也會找到這裡來的 自己悄悄的出來是吧 好好 我過完年 我就他們不讓我出來的話 我自己悄悄的出來 給小媽兩千 給爸一千是吧 沒事沒事 給我爸給小媽 都是一樣的 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挺相愛的 所以呢 沒事給他們兩個誰都一樣的 嗯 別回家是吧 家還是要回家呀 家還是要回家呀 現在好想回家 不是說過年的時候了 我現在好想 因為我好想回去教奶 回家是要回家的 摔个尖吗 但是回了家之后还能不能出来 这个我就有点不确定了 我如果我们出不来了 老板你会去找员工了 你出不来了 我就去你老家找你 到时候你给我发个定位 我就来你老家找你 那样的话又像阿伟哥一样了 他们 我去 我不会去 我去找你 不是说把你让你 我不会让你 我不会让你偷偷的出来 我会用我的实力去告诉你的 小妈也好 你爸也好 你在这里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你会让你们的家越来越好 我们那些隔壁的人又误会 现在我跟阿伟哥出来 那些隔壁的人都误会 我来我会 我会提起面面的让你父母 同意你去 我让你上班 提起面面 而不是偷偷摸摸的 我不太支持你 偷偷摸摸的跑出来 我们做事情光明正大 他们就说我的 对不对 家人们 现在那些 我用我的行动 我用我的能力 去告诉你的父母 我能让你在我公司里面赚好钱 我能告诉你的父母 把你交在我手上 他们放心 对不对 家人们 对不对 不管说都通说不通 我相信我会用我的真诚 用我的真心去打动你的父母 打动你的小妈 打动你的爸爸 打动你家里面的爷爷奶奶 对不对 家人们 我不会让你偷偷摸摸的 到时候你父母就担心 你出来怎么样 跟你吵架 跟你闹 不需要 我亲自去请你 我去把你请出来 是不是家人们 如果她小妈喜欢钱 我给她钱 是不是 我先给 我先给 我先给她小妈 预支两个月的工资 阿子的工资 我先预支两个月 行不行 我就不信 她小妈不同意 我先 先给她小妈拿两个月工资 她肯定同意了 对不对 我没有办法 我肯定有办法 对不对 我先拿两个月工资 我说来 我先付两个月的工资 反正阿子 老老实实的 对不对 这么踏实 我也不相信她 我给她付两个月公资 然后她就不来了 对不对 我先给两个月 两个月不行 我给三个月 是不是家人们 三个月不行了 又给一年了 三个月不行 我把你妈也带过来 我说你来 你就天天 我给你好吃好喝的 我给你伺候着 你在家里 你在老家 啃 啃那个什么 啃那个土豆 来这里 我大鱼大肉 我全给你招呼了 对不对 家人们 小妈喜欢钱 喜欢钱我就给钱 对不对 家人们 我天天我说 你来乐山 你来这个城市 我天天请你吃烤鸭 天天吃你吃排骨 天天请你吃这个 对不对 家人们 对不对 家人们 说不通 咱们就用实际行动去 让她的小妈觉得 可以 对不对 我就不信 说不定 搞不定 哪有搞不定的事 对不对 家人们 我实在不行 我实在不行 把你家房子都搬过来 是不是家人 不会吧 没有搞不定的事 他们说把我奶奶带出来 刚刚 对不对 家人们 不要在这里 劈里啪啦的了 心心一点不好 他们的话 如果我小妈也跟着来的话 她会给你带很多麻烦了 没事 然后反正我就管你小妈吃喝 对不对 对不对 家人们 小妈绝对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不要在这里说我 我妈 没有说你妈 你没有说妈 什么我妈会带来很多麻烦 这样子 对不对 家人们 没有搞不定的事 而是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和方法 我认为是这样的 没有 没有什么解决不好的事情 更多的是什么 解决这个事情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我们要重视结果 对不对 家人们 我不会让你偷偷的跑出来的 对不对 不会 我会让阿子光明真大的 出来 走出去 对不对 走到山里面去工作 我是出去工作的 偷偷摸摸的 人家还以为你阿子怎么回事 现在很多人这样说我了呀 下一次不会了 下一次就不能这么说了 你偷偷摸摸的啊 就 家那山里面的这些 现在我回去 这些大妈 山里面的这些 对 他们很八卦 他说啊 那阿子 跑出去一次 这过完年 年都没过完 又跑了 哎呀 名声 还是很重要的 还是要给阿子 我现在都没有名声了 有一些好的名声 那你现在回去 你资到钱了 你 你小妈肯定说 我女儿 我那个女儿在外面 可厉害了 还能挣钱 一个月能挣好几千 能挣个万八 我在山里面 我一年都挣不到这么多钱 我一年可能才 我在山里面 一年可能挣五千 我女儿 我那个女儿出去 一个月就能挣五千 好厉害呀 我脸上就背儿有面子 是不是家伙 是不是 可能他们 他小妈在村里面 一年都挣不到五千 但是他女儿出来了 一个月能挣五千 他们只想着 我给他多年了 知道吗 是不是 脸上 他就会出去讲 我女儿在城里面工作呢 我女儿一个月能挣五千 是不是 他就会觉得很有面子 是不是家伙们 他们会想着 哎呀 你们家 怎么跟着谁跑了 怎么怎么样 肯定是那个人给他钱了 怎么这样子的 要不就 怎么怎么样 然后现在很多人也知道 我们现在的情况 因为晚上都必须发进去嘛 很多人都知道 哎 对不对 家伙们 我说的对不对 没有解决不好的事 我认为没有解决不好的事 世上无难是 只怕 有心人 知道吗 家伙们 只要有心去做 用心去做 没有做不好的 对不对 家伙们 命运还是要靠自己去把握 很多家伙们说的很对 命运还是要靠自己去把握 你不走出大山 你也认识不了我 可能你一辈子就在山里面 永远走不出来了 是不是家伙们 觉得我说的对的 咱们直播间打个对 对不对家伙们 随便别人怎么说 你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不就好了吗 自己的家里面的人的生活 越来越好了 不就好了吗 是不是 在座的困难都会度过的 对不对家伙们 对不对家伙们 每个人嘴巴挡在别人的 脸上 你左右不知道所有人 但是 阿子可以活得很光彩 很滋润 让别人去羡慕他 自然而然 说阿子的闲言事语就少了 只要阿子比别人过得好了 我相信会有很多人 会去羡慕阿子 自然而然的那些闲言事语 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了 对不对家伙们 但是我们那些人 他们是很重要的 你是正正正正正正正紧的 来到这个城市里面上班 你又不是来这里干嘛 而且你做的工作 也是很体面的一个工作 为什么 为什么别人还去说呢 你能用你的双手 你能用你的能力去挣钱 挣的比别人还多 你生活会过得比别人还好 别人拿什么说 是不是家伙们 是不是家伙们 对 而且阿子又没有什么 做什么出格的事 阿子没有去坑别人 害别人 还有这么多支持阿子的铁粉 有什么 没有什么能够去抹黑阿子的 对家伙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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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家伙